扩展和插件虽然都是为了增强浏览器功能而存在 但从编写语言和工作原理上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从字面上讲插件的英文单词为Plugins 而扩展则翻译为Extensions 在Chrome早期版本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应的地址打开插件中心管理相关内容 比如最常见的Flash Player 同时大家也都知道Chrome浏览器的扩展管理地址 所以这里的内容自然也就属于扩展范畴了 但我们平时听得多了就比较容易混淆 而大家也早已将二者混为一谈 就连在一些专业工具中对其定义也比较模糊 以至于如果你想要搜索一些比较实用的浏览器扩展时 远远没有输入浏览器插件得到的结果丰富 即使如何称呼对我们日常使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但还是希望大家平时能够注意细节 分清它们之间的区别 以免误导更多人 具体介绍可以自行百度查看一下相关科普 大家常说的一句话 没有安装扩展的浏览器是不完整的 的确如此 因为再强大的工具也不可能把功能做到极致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根据不同需求和喜好来选择性添加一些 莱斯格鲁大神开发的第三方扩展 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随之也就有了谷歌或者微软的扩展应用商店 虽然平台不同 但里面的内容和安装使用方法基本一样 因为它们终归不能脱离扩展本身的文件类型 以及运行环境 所以在正式推荐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浏览器扩展的一些基本常识 比如如何在线安装 以及本地打包方法 浏览器扩展常规格式为.crx 我们可以通过本地和在线两种方式进行安装 在线安装非常简单 直接进入扩展应用商店搜索添加即可 不过谷歌的网络环境大家都应该清楚 如果想要正常访问需要一些特殊手段 但这早已不是什么难题 有很多扩展可以轻松实现 比如最常见的谷歌访问助手 集装箱等等 这个放在后面重点介绍 但伴随着谷歌对第三方的审核管理越来越严格 导致很多扩展在应用商店逐渐被下架 这时我们就要通过其他平台下载号 进行本地加载安装 最常见的扩展下载网站有插件网 极简插件 扩展谜等等 大家可以随意选择 本地安装非常简单 通常情况下直接将crx文件 拖拽至扩展程序界面 即可自动添加成功 但也可能会由于谷歌的制度等相关问题 导致安装失败或者报错的情况发生 网上的解决方法五花八门 比如在浏览器目标属性中添加代码 或者使用其他扩展安装器 而最简单也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将扩展的crx号队改成zip 然后进入到浏览器扩展程序界面 打开右上角开发者模式 直接将压缩包拖拽至此界面 即可完成安装 你也可以将其解压 打开开发者模式后 点击左上角加载 以解压的扩展程序按钮 选择扩展文件夹即可 这种方法相对更加稳定一些 文件夹里面就是这个扩展的 编写脚本等组成文件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登陆相关账号 即可同步所有扩展以及其他信息 但为了防止有些扩展被突然下架 我们可以对个别扩展进行打包 以及备份 打包方法也分为几种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最原始的方法 通过Chrome本身处理 我们回到扩展程序界面 可以看到 每个扩展都有一个对应的ID 而这个ID也是独一无二的 复制需要打包的扩展ID后 打开此电脑 将数值粘贴到搜索框 回车 等待一段时间后 即可进入它的文件目录 这时一般会出现两个或者多个文件夹 分别用来保存不同文件 根据前面的介绍 我们可以打开检查一下里面的内容 显而易见 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它一般都会以数字命名 确定之后复制整个地址 回到浏览器扩展程序界面 点击左上角打包扩展程序 将地址粘贴到扩展程序跟目录 最后点击打包按钮即可 接着我们回到刚才的文件夹目录 返回上一层即可看到这个CRX文件 重新命名后保存即可 不过这种ID搜索方式非常慢 如果你电脑中安装了everything 那就最好不过了 如果不想打包 也可以按照在本地安装方法中介绍的原理 直接保存这个文件夹 或者将其压缩后 直接备份整个压缩包即可 好多系统优化或者卸载工具 都带有浏览器扩展管理功能 比如Ccleaner或者IObit Angistaller 找到你需要备份的扩展 右键 打开文件夹位置即可直接找到 由于介绍的过于详细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啰嗦 但仔细体会并亲手尝试过后 就会感觉一切变得简单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遇到问题就头疼 只要养成随手百度的习惯 即可手到并除 其实对于一些常见问题解决方案来说 百度还算是个不错的东西 但前提是你得会用它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之后会将自己觉得非常不错的扩展 分享给大家 同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推荐 也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共同分享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